我們三條齒咕嚕 來到今天的十劣邁一 這樣就... 菊草夜馬 今天好像有個騎士 之前有出了尋問啟示 今天就連人都不見了 誰 好奇怪 誰 誰 你的好朋友 不是拉叔嗎 不知道是不是他 整份排位表都見不到他的名字 對 國際刑警都要放假 假的嗎 當然 不是毒販 我以為他七成二十四 毒販餓死了 那哪有得拉 即是今天毒販出賊 不是出賊 自由 他一向都沒有入賊 只不過是少出來賺錢 即是今天出來了 如果他出來我們就最開心 但他不出來我們都沒有辦法 那看看今天有哪些毒販出來犯案 當然 當然 那誰是大毒囂 你老友 我老友是大毒囂 當然 那就賣過關 好 一如這樣 好 那來到頭場 我連Bowser都還沒開 那我先說 來到頭場 是嗎 應該都是頭場 來到頭場 我再說 來到頭場 這一個個五班短套 看到的早票 我們先看書 上次新勝七彩 換了田泰胺jour 什麼票都厲害 都去 ему 從早到晚都嚇上8 800 88 문제가 8 8到最後都阿 到最後都是8 最後就是呀 我們大毒囂 2號的 Disability 凌喜悅就一棍打了下去 那是否這麼簡單 200回來了 鳥王 200回來了 我先看看貓子 應該就... 這場我有袋底 你的袋底是我的袋底 一樣嗎? 是 講完就知道了 我和肝頭很有默契 不用夾 他說是 介紹馬尾 介紹吧 只是等你 第一隻介紹給大家的就是一號馬的跑馬仔 這隻跑馬仔九歲馬 頭暑三個星期 吳定強寶藏 轉到阿威那裏再做 一貨集 來地1050 找火車潘 看到馬快集的 火力十足了 自動走出來 火車潘扣著 直路才慢 看到這隻馬 就有回崗的 跡象 現在九歲了 希望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 憑著他回崗 走回一場 一場 所以我這場是一號的跑馬仔 我提議大家 三龍賽拖馬 第二隻介紹的就是五號的泡泡達人 上次初出 就在沙圈那裏踢雙腳 炒飯哥這次再上 加多課集 拍四班馬 仍然有得追 這隻馬上了力 以及已經有追勁的時候 如果今天沒有下雨 如果有下雨就買WIN 如果沒有下雨的情況下 這隻我也是提議QT拖 第三隻介紹的 就是上次介紹過的 八號的七彩 轉去羅庫泉那裏之後 跑了一場田草一千 一聲放出來就贏了 這次 這次 沒有上次那麼好 上次115磅 這次就揹回124磅 換回田太 田太做過一課集的 見到這隻馬 仍然很快地出閘 然後扣著在前面 一路扣著入直路 自己貼籃涌著走 最後的時候 見到這隻馬 不要說慢 扣著都涌著去贏 這隻馬在五班 我覺得比上場更加勇 今場 你見到的 我深水推介那裏都寫著五星 還要拿去 田太自己都有做的 我覺得 應該可以有機會再贏 還有跑馬地這場五班 其實都好處 不過快馬多 第四隻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袋底 11號的有福氣 今季兩次 跑谷草千二和泥地千二 各一場 谷草千二就走走地 就是 泥草千二就是 癢一癢氣 練習了 也練習了頭段 看到這隻馬夠快 上兩場還看到他的身形 仍然重 因為這隻馬一千二百多磅 你就不要理他了 因為他這些馬 有千多磅 一定有這個速度和實力 只要這隻馬可以收得到身 和上得到力 基本上 這些超過千二磅的馬 他不敢不跑 因為狐狼很快就壞 今次 身收得很漂亮 上足力 怕一件事 他力短 就拉屎斷 所以 這場馬 跑谷草一千的時候 我猜他會偷過Pay 但是我Win也買了 這隻 都是要 一個小WinPay 然後 三紅彩 怎樣都要拖 這場馬我介紹的就是 15-18-11 重心就爆 我都說你那隻袋底 是我的袋底 幸好那些馬給你選了 剩下一隻給我講 那就是10號的 高...什麼 高山威龍 這隻馬久休復出的 老馬試了兩貨 就表現不錯的 回來跑場手搬路程 同早時間時間 雖然形勢不太好 但我這隻馬是有點起火 我覺得怎樣都要拖一拖這隻馬 所以我和鳥王今場的選擇 就會是1號 5號 8號 M1 M1就是我和鳥王共同代底 另外我光頭介紹 10號的高山威龍 我都說你選的就是我那隻 這麼有趣 最怕我都沒有買 這場有80-11 所以11我都先買了 見到8號的阿田泰安 落了馬 應該... Dentity姐 換鞋 換鞋 我決定又來11全餐 11全餐 有福氣 我再買11Vinplay 這陣子你賭全餐賭上癮 好賭嘛 不用煩 多好 看看暗盤 暗盤那裡 我現在看到8號7彩 已經領先出來 嗯 然後 後面那些都是熱滿馬為主 245 要留意有兩匹馬 其中一隻就是10號 江頭介紹的一隻高山威龍 另外一隻就是3號 籃球鑽石 嗯 那這場馬就有兩匹PACE馬 剛才你不是說PACE馬 我不是說PACE馬 對啦 有兩匹PACE馬 第一隻就是11號的有福氣 第二匹就是3號的籃球鑽石 嗯 另外呢 神粗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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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都不理 有什麼有利數據全部都在 買完就算了 那也是啊 今天我們繼續有那個 什麼鳥王保守 高風險的投資策略 對啦 就忘記第幾場開始 那又第三嗎 不 不用告訴別人的 到那場的人會知道 第幾場呢 不 我們都告訴別人 第三場第五場 不 第幾場開始 第三場 對呀 第三場開始的 如果你們是要買的話 還有大把時間給你們買的 還有兩場的時間給你們買 因為昨天很開心 收到那個E-mail 非常之感動 很感動 所以立刻要POST 到Facebook那裡說什麼 我忘記了 說說明天上班的時候 經過不到銀行 所以過定錢過來買 還是鳥王的高風險策略 以及日費會籍 即是等買 不是 等收錢 等收錢 是買了 已經 我都未交貨 就已經買了 都不知道怎樣 供貨都未做 這些就是信任的表現 不管你選什麼馬 只要信不要問 光頭啊 趁有一分鐘時間 不如今場加上挑哥 因為今天警察不在 挑哥可能有用 好啊 試一試啊 對 今場就是兩四 兩四的 即是 盈喜悅和金剛獸 因為我看他都像樣 我們就看看這兩隻馬 有什麼表現 我們再決定 究竟之後的場次 我們會不會說 挑哥給大家知道 好 另外我們晚一點 都會有其他 我們那個直播 都有一些新油做的 我們可能會在畫面 展示一些 我們平時說馬 怎樣量度馬 那些方法給大家知道 都挺有趣的 一會兒大家可以慢慢留意一下 那這個你也可以當成教學 因為如果有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教大家 怎樣用我們的網站去贏錢 沒錯 好啊 去到零分鐘開跑 那麼剛才的七彩換完 對鞋子金剛獸 不知道是不是生獸 對鞋子不是金做的嗎 金...可能是... 表面是金 裡面不是金 所以呢 他就是用了一些次貨 所以... 用了杜金 杜金 所以換回真金 對啦 那... 媽寶飛方面 看到12號這隻 敬禁王區 就有兩口 嗯 獨贏都來了 對 剛剛被人打了飛 對 打多少是自己去我們的網站看 14號剛剛上馬 但日本繼續是8號的七彩 看看頭場啦 拉縮不在 哪一個騎士可以... 即是很多馬就是拉縮不跑 跑不到 跑不到 這樣就變成田太跑 嗯 看看會不會自己有 對啦 紅燈亮起了 參戰馬就準備入閘 繼續帶日本是8號的七彩 嗯 暗盤啊 啊... 披士馬 有一隻披士馬就衝了上來 3號 那你叫我買 我沒有叫你買 我說過事實出來 對 這全部都是肥 對嗎 好像你這麼肥的肥 肥 肥 籃球轉身是肥的 看看這批籃球轉身 披士馬 無險東 鬼婆的老公給82 82 八十二不可以一隻十二落肥 嗯 即是肥婆老公 是 是 整個生肥最肥的那個 似乎最大那個 不是啊 他瘦了很多了 是嗎 減肥了 變成西澳洲冠軍騎士的身形 這麼厲害 對 一會看看 變成一條傻女 會不會是水肚不服 吃不到東西 他來了很久了 最近天氣變 肚子都打 沒有說不行 他會不會跟阿Gi一樣吃了同一隻 是 BB整腸 BB整腸 你去那些 什麼 健康產品 不是健康產品 那些個人護理零售店 你問他 他會指你去BB產品 嗯 很無聊 首先我給大家介紹一個新產品 就是 這個是 上次 自從推出這個 貼士策略之後 公司很優待我 買了一支電子煙給我 讓我可以有得吃 但是 我要賣回舊的價值 才可以擁有這支煙 是不是這樣 當然要 如果不是 我就很慘 連煙都沒得吃 所以之前我們 除了用我們網站之餘 你們都應該要看我們這份推介 投注策略 投注策略 馬就差不多入 剩下三四匹 大熱門繼續去 八號七彩 今場我盯著你那隻 十一號 好啊 不用盯著我 一定在前面走 我就看完這隻七彩 還有高山威龍 鳥王還介紹一隻一五 馬就入好了 今天是頭場五班 一千米短途賽事 太果然是快步速底下 是放到回來 還是後上 搞定了 好 一出閘的時候 拔外面 不知道是不是樂菲太厲害了 那批十二號的勁進王區 都馬上搶了 內蘭就是一號的跑馬制 中間夾著就是高山威龍 但是那隻勁進王區 就不夠快 讓前面那隻籃球鑽石 走出來 前面現在放在頭 就是三號的籃球鑽石 然後一號的跑馬制 接著就是十號的高山威龍 然後才是十二號的勁進王區 再數下去 就是四號的金剛獸 二號的盈喜悅 泡泡達人 明馬 我們那隻的孖一是哪一道 是未三外蘭 現在指眼罩的那批就是 前面那批的籃球鑽石 都放得很快 頭段十二個多 第二段二十一個多 入到最後直路的時候 三號的籃球鑽石 還未斷 看外面有沒有可以蓋上來 好像也蓋不到 前面的籃球鑽石越放越有 中間在打邊 有隻金剛獸 然後有隻泡泡達人 也衝上來 金剛獸和泡泡達人突然很發力 正在衝上來 叮噹碼頭 贏馬的就是五號的泡泡達人 第二名就是金剛獸 第三名就要看 是不是內蘭那批的三號環線外面 可以蓋上來嗎 三號 三號定得住 三號的籃球鑽石 頭場 這樣看 是放在前面的籃球鑽石 是比較好 而我們的PACE碼 三號 想最肥 選另一隻 這隻定得到回來 PACE碼頭 你真的猜不到 炒飯哥第一場 贏了馬 三五成群 不就穩陣了 最怕三四五 不是 五四三 對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的PACE碼頭 是怎樣看的 對 我們不如給大家看一看 PACE碼頭 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出個畫面 現在其實你見到這個畫面 你就會見到在右手邊 這裡 我就 插一插出來 可以拉下來嗎 拉不到 OK 是 有個P字 這些碼頭 就是我們經常見到的PACE碼頭 所以 如果你們在使用我們的網站 你就按下去 深水推介 你就會見到 但可能有些人會問 深水推介在哪裏 看得到 好 沒問題 我再告訴你 可以在我們的賠率版面 在賠率版面 那裏 其實 有一個 有條 連線 給大家看一下 拉上少少 拉上少 推上少 對了 那裏 這裏 這裏 畫得太花了 就是這裏 深水推介 深水推介 就是在這裏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 剛才的畫面 可以看到 即時賠率提示 PACE碼 那些 可以看到 有了出來的了 好 我們頭上就休息了 一會兒 12分鐘 再跟大家說 第二場的賽事